今年的秘密武器真8核晶片还没有推出 就已经受到了多家陆系智慧型手机大厂的青睐 那另外一个触控IC厂商F敦泰也传出了好消息 那既拿下宏达电的触控IC订单之后 现在又在传出顺利打入了国际手机大厂Nokia的供应链当中 两岸进入4G LTE时代 手机晶片大战一触即发 联发客预告8核心晶片 目前已经在性能测试阶段 显示未来推出脚步接近 同时看好今年销售的1000到1500万颗LTE晶片 80%集中在中国 预估全年智慧手机晶片出货量上看三亿套 我们现在有内部评估对我们的营运是不会有影响的 我想包括这一季或下一季 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有影响 另一触控IC厂F敦泰 既成为宏达电Desire 310的触控IC供应商后 近日再传出打入Nokia供应链 顺利取得第一支搭载Enjoy系统智慧手机触控IC订单 这也是Nokia去年被微软正式收购后 推出第一款智慧手机 被定义为入门评价击中 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脚步在其他的这个产品线 包括了这个指纹辨识的这个Sensor 那么还有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目前的产品呢 扩充到全世界的这个市场 而不只是在亚洲 F敦泰目前在中国市场占总体营收比重达91% 这次就拿下宏达电和Nokia订单 代表在中国以外市场有突破性指标意义 今年将更积极向非大陆的手机平板 和穿戴式品牌市场发展 林宋初复 看不到